十路 红海找上红旗 在红旗品牌和制造分家的时候 桌上型电脑的代工大部分都分布在伪创 微星和精英三家的代工厂应该就足够满足红旗的销量 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找第三家 虽然也曾经和技嘉联系上 但最后因为杀出来一个成咬金红海而全盘改变 是福是货还是未知数 有一天突然我接到总经理的通知 红海找上我们 要帮我们代工 我是有点纳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红海是非常瞧不起红旗的 突然之间竟然上级要我们将产品制造交给红海 事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在有一次郭台铭在机场偶遇应该是施震荣被计划碰面 施震荣的时候提起红海希望帮红旗代工 就交代我们总经理要给红海订单纯属猜测 就转到我这边来 指定我们需要有一个产品给红海制造代工 这真的是破天荒的事 哪有有品牌厂需要想一个产品让系统供应商有生意做 这真是红海做生意的高招 一开始我们和红海做的第一个系统 就是在中国销售的产品 当时大中华区是世界大品牌必争之地 原来红海答应每一台桌上型电脑 补助红旗150美元人民币说是帮红旗打中国市场 这让红旗高阶主管非常的受用 所以指派我们事业群要想一个中国的产品给红海制造 且要在三个月内准时是交货开始销售 当时适逢农历过年前一月份 且中国正在发生SARS 要在三个月内包括农历年的休假 能够完成产品开发制造销售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总经理跟我说如果能够准时出货 将给我们100张股票奖励 当时红旗的股价已经来到100多元 我虽然不是会为助100张股票而工作 但是可以知道长官的企图心 我们就全力以赴 再过年前 我就寒信点兵指派了各部门的强将 办好所有的证件和机票 在农历初三就得前往中国 当时中国还是持续发生SARS 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公司冒险前进 当我们年初三到达红海龙花场的时候 红海的所有台干都还在台湾过年假 郭台铭得知非常的生气 客户都已经来到门口了 你们还在休假 一声令下所有的台干 在年初三立即收价和我们一同共赴 红海龙花场 到了龙花场 我们就准备检验所有的产品最后的收尾动作 结果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主机面板上的显示灯错位 包装材错误 使用手册内容错 等等不下三 四个大的错误 当时红海的工程师一直无法解决显示面板灯号的问题 我只好自己下海到他们的设计工程部 和工程师讨论整个线路设计 后来我就画了一个线路图给他们工程师修改 并且需要运用系统键盘控制器的微处理器的控余控制脚位 来控制面板的灯号正确性 但是需要修改键盘控制器的软体 刚好遇到当时过去在红旗工作的同事 很快的他懂得我在说什么 就这样开始修改整个电路板的设计和软体 当时适逢午餐时间 我们就先去吃午餐 工程师留着修改线路和软体 当我们午餐完毕 回到了实验室 工程师说一样还是有问题 我就非常的纳闷 怎么可能理论上可行 执行上应该就会正确 这就是电子工程的科学原则 我就和工程师到了实验室 我请他量测几个关键的点位 结果发现工程师做错了 跳线错误 后来经过修正之后 就完全工作正常 这样后来红海的工程师非常的惊讶 偷偷地问我们的产品经理 为何一个事业群的最高阶主管 竟然有这么强的设计功力 他可能不知道 我当年是红旗的年度优秀设计工程师 就这样我们在红海的一个礼拜内 指挥整个红海设计制造部门 将所有的错误一一改正 红海的员工还是非常有效率 一一地修正了所有错误 还有加上他们的上游厂商的权力配合 我们终于一分钟不差的准时出货 我还记得出货的时候 货柜车排在出货门口 红海客户第一次出货需要祭拜天地 之后才货车开出去 出货到整个中国地区 当下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总经理 准时出货 在红旗事业群和供应商打交道的过程 我发现红海是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公司 当年红海答应我们补贴中国系统每一台150美元人民币 当我们第一批出货的时候 是有补助150美元人民币 但当这个产品销售了一个月之后 红海就跟我们立即谈第二个中国的产品 等到第二个产品出货的时候 就没有再补助那150美元人民币了 后来红海改口只有第一个产品 才有补助150美元人民币 这让我惊讶红海的模糊策略 让你认识到红海经商的手腕和技巧 另外还有一点让我发现 红海还是非常的生意导向的公司 当然这是每个公司都应该的 但是红海真的让我开了眼界 当初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一直要他们先报价那儿 他们却说没关系 红海跟红旗是兄弟 先不要谈这个 产品成功比较重要 我一直坚持他们要报设计模具费用 他们一直推托拉 说先有生意 销售好 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要求产品准时开发完成的原则上 我们无法再延迟 结果就在他们没有报设计模具 开发费用之前 就还是持续进行设计开发 等到我们开始出货之后 就收到一个账单 一个巨额的那账单 这货已经出了 最后才知道整个设计模具的费用如此之高 红海最后就说 要么就是这个报价 要么就是每一台机器多收二美元费用 这都是在一开始你都没有想象到的 可是当一开始你坚持要他们报价 他们就是报不出来 绝对不先给你报价 先做了再说 这就是我学会的红海生意技巧 其实红旗很多事业群 在报价上都不是很在意 也不在行完全被供应商吃得死死的 有些PM非常的菜 也没办法对供应商强势 再来红旗的高阶主管跟供应商爱美关系 真的是让事业群很难做事 红海先跟上面的关系搞好之后 下面的我们就只能照办 结果所有的报价和价格 绝对不是在上位者能够理解的 后来我打算选择外面的供应商来对抗红海时 根本办不到上位者已经跟红海的关系结为庆家了 结尾 最后一个小插曲 有些供应商的业务会约你出去和他们总经理喝咖啡 通常我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我就跟他们讲不用喝咖啡 只要你的产品报价再降价就可以 在上位者要记得 你的福利和权利 都来自于你的那间办公室和名片上的职位 人家给你的奉承 帮你提行李 帮你开车 请你去吃饭 种种的尊荣 记得不是因为你有多棒 而完全是你那个职位 那张有时效的名片和那间办公室 当有一天你离开这个职位和公司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当我在台湾的四年虽然职位非常的高 我都还是谨记着一件事 要做到当我离开红旗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还会想到你 怀念你 这才是成功 另外我们部门每个月都会开庆生party 有时候去泡汤 有时候去打漆弹 有时还到case跳舞 反正这几年我在的时候 我们部门都玩得不亦乐乎 以上就是我回台湾协助公司转型和改变的快乐四年经历 你在公司的经验如何 有碰过供应商管理的问题吗 欢迎留言分享 可以帮到更多人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 按赞和字幕提供本身 谢谢大家